上當年,張秀民憑著34D空氣震撼大眾 即時升等成為無線新一代Meson 身材好自然,多人追 不過他這麼多年來都沒什麼飛聞 家欣他一早就被前經理人仇耀斌私有化了 他們低調拍拖見同居 誰知六年的感情始終都敵不過七年之養 現在還爆出四角戀 日前就在一間酒吧發現張秀民和一男子喝東西 他們似乎互相過電 原本穿著屁衣的張秀民 還傾到慶合合要脫衣降溫 看真點,這個男人不是他男朋友 是韻子維 慢著,早前韻子維不是跟女朋友徐東東當街炒大鑊 徐東東還認他們兩個冷戰 轉過頭就見到韻子維和香港Meson張秀民喝東西 看來韻子維都相當有嫌疑 而張秀民回應說 他和韻子維那天只是談工作上的事 他還突然自爆已經回復單身 至於他男朋友Fiktor 亦以短訊回復默認分手 他就說祝他身邊的人生活得幸福快樂 Fiktor很明顯放不下六年情 看回他的社交網 他就試過以蕭敬騰的歌詞掃心聲 請原諒我原諒我不成熟 不愛你是結果好讓你離開我 據知自從張秀民人氣急升之後 越來越多job 相反南方在工作上就沒有那麼順利 以致雙方距離越來越遠 還周不時爭執所以感情有變 說實話在這個風頭火勢的時間 已經有中國第一美空女朋友的韻子維 和無線Meson張秀民飲食 看來他的眼光和口味都夠專一